所以利用中日韩组成的一个东亚VLBI网 我们在整个EHT观测期间 是对同样M87比方说 在相对比较长的波长 7毫米图像上也做了非常密集的观测 我们从整个3月份到5月份 EHT合作观测是在4月份 所以我们是把它这些信息综合起来 使这个图像对我们EHT 在1.3毫米图像的结果 也贡献了它的一个有效的 就是对它一些参数的限制 在今年的3月份 我们已经开展了新的测试 在不到1毫米的VLBI技术 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样一个新技术 在更短波长上的探测 能够得到更多来自银星黑洞 来自M87超大质量黑洞 以及来自更多的宇宙件黑洞的信息 这里我就想同时想插一些 就是对VLBI这个技术 是在上个世纪 1967年被正式应用成功 其实在最近我们国家的 嫦娥探月工程中 我们利用中国的几架射电望远镜 组成了中国VLBI网 成功地参与了 嫦娥卫星的测试轨工作 所以也取得了非常成功的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K